而为了防止使用过后的口罩随地丢弃 花莲县政府特别新增了37处口罩专用的垃圾桶 在火车站还有人潮较多的地方来设置 也呼吁大家不要随地乱丢口罩 肺炎疫情期间大家几乎出门都要戴口罩 但跟随而来的就是使用过后的口罩随地乱丢的现象 为了避免满地式口罩垃圾 花莲县政府新增了37处的口罩专用垃圾桶 在火车站和人潮较多的地方 呼吁民众不要随地丢口罩 因应现在武汉肺炎大家都会戴着口罩 可是这个口罩乱丢的前一阵子的新闻 其实有说有些部分的县市口罩已经有被乱丢的情况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是依照环保署的指示 我们来评估就是说相关如果有一些交通场站 或是说人潮比较聚集的一些地方 是不是可以来评估放置这个口罩的一个专用垃圾桶 那其实主要就是说如果大家可以丢到这个垃圾桶里面的话呢 那我们可以就是增加那个清扫的频率 也让民众能够安心这样子 其实这个垃圾桶我们就是设计来专门丢口罩的 但是就是说这个口罩的部分 那在还就是说一般民众在使用完口罩这个口罩 使用完后的口罩其实它还是一样是一般废弃物 你一样可以丢到一般的垃圾桶里面 就是一般垃圾的一个垃圾桶里面就可以了 那为了什么要设置这个专用的垃圾桶主要就是说 如果说大家全部丢在这个垃圾桶里面的话呢 那我们的管理单位清扫的人员 他可以增加这个清扫的频率 让这个口罩不会在垃圾桶里面戴太久 那增加大家的一些疑虑这样子 环保局呼吁这些垃圾桶是口罩专用 请民众不要丢弃其他垃圾 也呼吁大家环境卫生清洁要共同来维护 以确保生活品质并且预防疾病传播 记得也会欢迎视报道